嗨,大家好,嘟嘟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彼得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舅舅今天要炸薯片 这会很难吗? 不会,简简单单,就能香香脆脆 首先,备好两个马铃薯 舅舅特别选了两个比较大的 先将马铃薯去皮 舅舅今天分享的是做法 至于分量,大家请自行安排 明白,要用几个马铃薯 随个人喜欢 是的,如果想趁着过节 与朋友分享 不妨考虑多做一些 好吃的呀 请大家留守到最后 接着,再将马铃薯 炒成薄片 舅,如果没这爆片剂 怎么办呢? 那只能用刀子慢慢切成薄片了 如视频中这厚度 接着,将马铃薯片 清水清洗多次 尽量将淀粉清洗干净 等会儿才知道没有淀粉了 一直洗至水清澈 这步骤很重要 只有将淀粉洗净 油炸后,才会香脆 着水清洋 货内先热水 再加入一小吃盐 与一大匙白醋 在水烧至六七成后 再将薯片放入 在此 温馨提醒大家 此环节是要将薯片烫软就好 没有烫熟的意思 稍微搅动 以便薯片均匀受热 如果量少 一般2-3分钟 薯片转变透明即可离火 舅舅今天汆烫的有点多 所以这过程用了约4分钟左右 将汆烫过薯片 离火离干 再用厨房纸巾 吸取多余的水分 水分解碎 或是用烫的水分 干讨论 过温馨 搅拌 可汽 锅内倒入适量的油 接着将薯片冷油下锅 新手们记得 薯片别一次过量 分少量多次比较容易掌控 油炸后效果会更好 在薯片放入后再启动炉火 刚开始时可用中高火 确保让油完全没过薯片 出下锅时不需翻拌 让薯片慢慢加温定型 在油开始冒大炮时 再转成中火 在薯片稍微转金黄色时 再搅动与翻面 这做法可让薯片均匀上色 开水有香味了 是的 舅舅 这样多不用再买薯片了 对 舅舅很少买薯片 一公斤马铃薯几块钱 就可以炸一大罐了 再说 今年雌菇货源短缺 价格高涨 所以 喜欢一些松松脆脆小吃的朋友 真的可以考虑舅舅这做法 他确实有点考功夫 不比炸雌菇来得简易 可是 最终成品效果一样很受欢迎的 还可以省下不少钱 舅舅正是这个意思 再说 如果大家对炸薯片 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也请您不令 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这年代 需通过一个具体的力量 祝大家一起成长 舅舅与嘟嘟感激不尽 嘟嘟在此谢谢大家 并祝大家 睡睡安靠 年年丰收 嗯 嘟嘟好乖 一只油炸至金黄色 即可离火 其实这时候 撒上一点盐 就可以享用了 不是这样吗 因为过节 舅舅会特别调味 适量的糖粉 芝士粉 这芝士粉 一般烘焙店都能买到 辣椒粉 是辣的朋友 可以多加 最后再一起拌匀 这调料 大家可以依据配方 自己调整 担心酱油炸 酱油炸 酱油炸 油炸薯片不求其他效果 尿的就是一个脆 好了 可以开吃了 太开心了啦 成品颜色金黄 特别诱人 来吧 嘟嘟 试试看吧 嗯 也太香 太脆了啦 而且这调味 太好吃了 教人没法停口 舅舅也来试试 嗯 有保持水准 开心 薯片容易受潮 完成后 最好立马密封 成品大方 送礼或招待亲友皆可 再来 我可以吃下一罐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